大家好,我是ACY希望国际的Renee,欢迎大家收看今日市场行情分析 本视频仅对市场行情做以分析,并未将您的个人目标和财务状况考虑在内 本周一,澳元对美元上涨5个点,涨幅约为0.1%,收涨于0.7181 澳元对美元在0.72附近徘徊数日难以突破,主要是由于美国没有强有力的数据 支撑美元且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反弹 澳元、纽元和家元被认为是美元加息和中国经济最敏感的货币 该三个国家都是商品出口大国,4月份的表现是G10货币中最差的 墨尔本对冲基金AE Capital的Pakula表示,澳元对美元从10个月的新高已经回落了约8% 短期内继续下跌6%到7%的可能性较小 调息市场显示,在接下来的12个月内,澳联储将有很大的可能性进行1到2次的降息 到明年4月时,利息有望降至1.4% 澳洲联邦银行的高级利息策略师Jarrod Kerr表示 目前国内或国际市场通胀的联系越来越强 澳联储愿意采取更多的行动以提高国内的通胀率 摩根大通预期,2017年中旬,澳联储利率将降至1% 以促进经济转型和防止通缩 圣路易斯联储主席James Buller周一表示 全球经济似乎都在为美元加息作为准备 第一季度GDP的上涨令人鼓舞 第二季度GDP反弹可能较大 但得盈的Joe Lavona表示 由于Verazon近4万人的罢工 本周的非农数据将受到影响 ACY希望国际认为 澳元对美元短期内突破下行的阻力较大 但上升可能性更小 周三的澳洲第一季度GDP至关重要 周五非农对接下来美联储加息的影响较大 但不少分析师已经开始做铺垫 认为非农不会太强劲 根据澳元对美元的四小时图可以看出 RSI强弱指标大约在60左右 双线MACD的差距值为-0.00038 当前的价格位于周线移动平均线0.795附近 交易者可以采取突破支撑位做空 突破阻力位做多的策略 近期第一支撑位0.7148 第二支撑位0.7110 第一阻力位0.7252 第二阻力位0.7279 5月31至6月1日重点关注 5月31日20点30分 美国4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6月1日9点30分 澳大利亚第一季度GDP年率 感谢您收看今日的市场分析 如果有疑问 欢迎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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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